在家裡睡在家裡,門都不用拐 因為菜仔不敢進去,菜仔進去,放一個餐粒,幾天釣魚,大家都是很適用的 符柚宮有一個碑,就是岸高樓的碑 因為符柚宮是左邊那個碑 以前符柚宮麟頭前一家一家,不是現在這這麼漂亮,不是以前的菜市 以前那家就是,好像都是魚丁 那是魚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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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魚丁 那是我們現在的港口 那個老照片,有,符柚宮門口那是一個廟,廟堂也是一個儀式的地方 符柚宮是現在的公園,我們以前都叫麻祖經 麻祖經後面就是重慶貝,古早有九頭的第一貝嘛 第二貝就是清水貝這邊也要走上去 還有這一點很重要,麻祖經那裡有一條重建街 還有一條清水貝,清水貝 清水貝,門口那裡有一個土地說嗎 有什麼米漆土地說嗎 有什麼叫米漆啦,因為北新莊的米喔 它那是梯田,我們說山頂山 山頂山喔,水不長,所以米吃好吃 那供應淡水的人,還有村 村的要怎樣,村的就是拿在中國去 拿在中國給誰吃呢,給綠營的家眷 因為綠營的兵,來台灣做兵 那家眷喔,三年冬,兩年冬 他在這裡做三年對不對,兩年就吃飽了 第三年,如果沒心要服務 所以我們就說三年冬,兩年冬 就表示說他不務正業 第三年如果太空太胖 要兩人要爭 要把台灣的錢 翻一翻去翻山 所以我們台語有一種 三年冬,兩年冬 這就是綠營,綠營的兵種 規定不准台灣人做 一定要他們中國說給做內陸 我們這裡是外邦 所以說內地 他們內地的人可以來做清朝的兵用 就是漢人做清朝兵 他來這裡做三年冬,兩年冬 加建三年的米娘 就是我們這裡供應 台語有一句話 不怕台灣路,不怕台灣路 不怕台灣路 不怕台灣路 謝謝